在這裡都是很爽快 整家家搶甲又加薯 更多喝 所以說今天就麻煩你煮一個 幫我們大傷心清理一下 撒你堆的比人還高 整個家幾乎沒有空間可宴 長期獨居的張阿嬤患有精神疾病 滿屋子的物品都是阿嬤的寶 卻也讓臨場傷透腦筋 大家一直減去 要一直說 一直說的時候 全國隊也沒辦法 環保費也沒違法 所以說再來麻煩你們主席 金鐵隊他們不太方便進入到 那個按家的房子裡面 所以他們已經把外面的很多垃圾都已經清運走了 那裡面的部分就需要動員比較多的人手 那里長就邀請我們持續來幫忙做打草整理 好幾袋垃圾堆放在阿嬤家門口 天氣溫熱 氣味難聞 居公坐到潘流夾背也不曾停下手邊工作 這個阿嬤我們把她的苦拔掉 也是靠師兄姐能帶領我 如果我一個人來我真的沒辦法 一定要跟師兄姐大家一起齊力把這個苦拔掉 付出的當下也是在為自己欺負也是欺負 希望說這個按家之後能夠變得更好 然後有我們的能力讓她能夠變得更不一樣的人生 垃圾車環保車接力清理眾人合力協助 歷經三個小時的大掃除漸漸有了家的樣貌 如今這一間房乾淨通風 即便一個人獨居也能讓阿嬤度過舒適的晚年生活 大愛新聞真善美居公 台北報導